香港反送中抗争进入第八周 一直低调不回应的中国国务院终于开口 当着中外媒体面前撂狠话 随后快闪离场 完全不甩记者提问 现场一团混乱 就在上星期 中国国防部同样是炮声隆隆 部分激进示威者的行为 挑战中央政府的权威 是绝对不能容忍 让外界忍不住质疑 解放军是不是蠢蠢欲动 早在一个月前 解放军驻港部队 就在一年一度的开放日大秀军威 驻香港部队开放石缸和新维军营 近两万名香港市民 零距离的感受解放军的风采 当时西方媒体就报道 解放军炫武动机不单纯 现在这支名义上守护香港的军队 会不会枪口朝内 国家主席的态度显然是关键 就在香港风波的最高潮 30年前主导天安门事件被封为六四屠夫的李鹏世事 官媒却给出这样的历史评价 官方一如既往高调评价 就在北京对香港逐渐失去耐性的时刻 又传出国家主席转趋强硬 六四镇压会不会在香港重演 已经引起全球关注 在新闻综合报道